论中国亨利基辛格作品 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 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补林峰博奖 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 同时发动宣传攻势 播报解放台湾 两周后炮机停止 然后再次开始 一连持续了29天 最后炮机奇怪地形成了单日开炮 双日休息的规律 开炮前还特意向岛上居民发警报 而且炮机常常避开军事要地 毛泽东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 这是政治战的手法 不是一般的军事战略 这次危机的一些促成因素是 人们早已熟悉的 北京想再次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 坚决到什么程度 同时炮机也是中国对美国 把上次危机后得以恢复的美中会谈降级的反应 但是这次最主要动力 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 危机开始时 毛泽东在领导班子的误须会上 对同事们解释说 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在夏天进入了黎巴嫩 炮击金门马祖即是中国对美国干预黎巴嫩的反应 坦白说 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故意制造国际紧张 我们要给美国人一个教训 美国多年来一直欺负我们 现在我们有了机会 为什么不让他难受一下 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 我们在远东也烧一把火 看他们怎么办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沿岸岛屿的炮击是与苏联竞争的一招 苏联面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行为无所作为 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则保持警醒 二者对比鲜明 毛泽东解释道 中国表明了军事决心后将重启与美会谈 如此既有行动场所又有谈判场所 孙子斗中求存的原则固为禁用 成为进攻性威慑策略 炮击金门最重要的不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嘲弄 而是对中国正式盟友苏联的挑战 在毛泽东眼中 由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联这个盟友变得不再可靠 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对手 他似乎认为 如果台海危机被推至战争边缘 赫鲁晓夫也许就必须在他的和平共处新政策 和与中国的盟友关系之间做出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 在外部世界眼中 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 有莫斯科的首肯 这是对毛泽东特别有利之处 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的三周前 赫鲁晓夫刚刚访问过北京 及内斯关于潜艇基地的 极不愉快的会面 正如他四年前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时 也在北京一样 在这两次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 毛泽东只字未向苏联人提过 他的战略意图 但美国人却认为 两次台海危机中 毛泽东的行动不仅有苏联的知识 而且为苏联所受益 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 甚至做了这样的指控 中国把他的苏联盟友 强拉入他对外作战的行列 苏联不情不愿 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 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 潜艇基地危机是毛泽东编造出来的 以此又是赫鲁晓夫来北京 在毛泽东拟定的脚本中 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 第二次台海危机 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 这一次苏联也发出了核威胁 来帮助正在羞辱他的盟友 1958年炮击期间约有一千人伤亡 像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一样 中国宣称不惧核讹诈 而实际行动却是精心策划 进退有度 炮击开始时 毛泽东要求部队指挥官 在打炮时避免造成美国人的伤亡 当指挥官们回答说 无法保证做到的时候 毛泽东命令炮火 不得打到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 只能对国民党的船只开火 如果受到美国舰直火力攻击时 不得还击 在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 中国宣传公式的口号是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但是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 宣布中国即将登上岛屿 号召国民党军队投诚 加入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 毛泽东却说 那是严重的错误 杜勒斯也是玩斗中求存的好手 和毛泽东可算是旗鼓相当 1958年9月4日 杜勒斯重申美国承诺保卫台湾 包括金门马祖等相关阵地 杜勒斯本能地感觉 中国的目标有限 于是实际上也表示出 美国愿意限制危机的范围 然而不论中国共产党的言辞 及迄今为止的行动如何 尚不能肯定他们的目的 是用武力征服台湾 以及大陆沿岸各岛 9月5日 周恩来宣布中国的目的 是把中美会谈 恢复到大事级 因而证实了中国在这场冲突中 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 9月6日 白宫发表声明 他们注意到周恩来的讲话 并表示 美国驻华沙大使 随时准备代表美国参加复谈 至此危机就应该结束了 中美双方像是在排练一出 已经眼熟的话剧 互相做出重复多次的威胁 然后像过去一样 找到熟悉的下台台阶 恢复外交接触 三角关系中 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 赫鲁晓夫 他前一年在莫斯科 后来又在北京两次听毛泽东说过 不怕核战争 因此左右为难 一方面害怕核战争 另一方面又害怕 如果不支持中国 会失去这个重要盟友 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 弄不懂意识形态上的盟友 怎么会变成了战略对手 但以他对核武器威力的了解 要他把威胁使用核武器 作为常用的外交手段 又使他如莽在辈 当一位政治家 遇到难题手忙脚乱时 他也许会病急乱投医 赫鲁晓夫派外交部长 安德烈·葛罗密科 去北京敦促中国自我克制 但他知道中国会不高兴 于是让葛罗密科向中国领导人 出示他准备一些给 艾森豪威尔的信告 信中威胁说 如果台海危机升级 苏联将全力支持中国 暗示和支持 信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我国的伟大朋友 同盟和邻国 对中国的攻击 就是对苏联的攻击 还警告说 苏联将尽一切努力 包围我们两国的安全 赫鲁晓夫的努力 两头都失败了 9月12日 艾森豪威尔礼貌地 拒绝了他的来信 艾森豪威尔对中国 愿意恢复大事级会谈 表示欢迎 并重申 坚持要求中国放弃 对台湾使用武力 他敦促赫鲁晓夫 劝告中国 例行客机 艾森豪威尔不知道 赫鲁晓夫 其实不过是别人 写好的剧本中的一个演员 反而暗指苏联和中国 串通仪器 说这场激烈的军事行动 是8月23日开始的 在你访问北京的三周后 几乎与此同时 艾森豪威尔在 1958年9月11日的 公开讲话中 坚决为美国卷入 沿岸岛屿的冲突 做出辩解 他警告说 炮击金门马祖 可以和希特勒 占领莱因兰 莫索里尼 占领埃塞俄比亚 或20世纪30年代 日本征服满洲 相提评论 这个比喻 令中国人特别恼怒 格罗米克访问北京 也无功而返 毛泽东看了信稿后 大谈核战争爆发的可能 以及苏联应在 什么情况下 对美使用核武器 进行反击 毛泽东明知 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 所以他发出威胁 就更加有恃无恐 格罗米克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满不在乎 是他瞠目结舍 他引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话说 我想美国可能会和中国打仗 这个可能我们必须考虑 但是我们不会屈服 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中国军队就必须从边境地区 搬到内地 必须把敌人引到中国纵深地带 好紧紧钳制住美国军队 只有当美国人到了华中的省份 你们才应动用一切力量 毛泽东说 只有到美军被引到中国纵深的时候 才会要求苏联帮助 他信之 既然危机已经结束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格罗米克从北京发回的报告 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 虽然华盛顿和北京 已经同意举行大事级会谈 但赫鲁晓夫为防核战争爆发 还是又做了两件事 他认为北京担心美国侵略 所以为平息这一担心 他提出把苏联防空兵部队 派到福建省 北京对此并未立即回答 待危机结束后才表示接受 但条件是苏联部队 要置于中国的指挥之下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紧张不安的赫鲁晓夫 在9月19日 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 敦促美国克制 但警告说核战争迫在眉睫 其实在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 到达之前 中美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10月3日 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 总结了苏联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咱们之间在内部说 我们不会为台湾打仗 但对外 我们的说法正好相反 我们说如果台湾引发形式恶化 苏联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美国宣布要保卫台湾 于是就出现了战争 一触即发的局势 赫鲁晓夫自以为得计 殊不知 他是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 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 尤其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 有时可能必须亮出地牌 他必须考虑若是虚张声势 将来可能使他无法屈心于人 在台湾问题上 毛泽东利用赫鲁晓夫的左右为难 又使他发出核威胁 这个他自己承认 无意付诸实施的核威胁 使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陷于紧张 而这全都是为了一个 对赫鲁晓夫来说 无足轻重的问题 和一个对他轻蔑以待的盟友 毛泽东一定在安自发笑 他成功地挑动苏联和美国 彼此以核战争向威胁 而这竟然是为了中国政治版图上 一块非军事要地的地方 一块世界上最不具地缘政治意义的土地 而且毛泽东是在中国 远弱于美苏的情况下 自选时期做成这件事的 他从中取得了宣传上的重大胜利 按他的宣传机器所说 中国是底气十足地重回中美大世纪会谈的 毛泽东引发了危机 又结束了危机 他宣称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仗 美国愿意坐下来谈了 美国打开了大门 形势看来对他们不利 现在不和我们谈判的话 他们会天天紧张 好吧 那就谈吧 从大局出发 通过谈判或和平手段 解决和美国的争端比较好 因为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 周恩来的评估更是复杂 在他看来 第二次台海危机证明 即使在两个核大国互相威胁要打核战争的时候 中国台海双方仍然可以隔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壁垒 进行无言的谈判 约15年后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北京时 周恩来对他讲起了北京的战略 1958年 当时的杜勒斯国务卿想让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 以便把台湾和大陆彻底分开 在中间划一条线 蒋介石不愿意这么做 我们也建议他不要撤出金门马祖 我们是通过打炮建议他不要撤出的 我们单日打炮 双日不打炮 节假日也不打炮 这样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 没有撤走 不需要别的手段或信号 就用打炮这个办法 他们就明白 这些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危机的全球影响 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摆脱危机提供了出路 但会谈刚一恢复 马上就有重现僵局 事实上 毛泽东让人捉摸不定的举动 使中美关系冻结在敌对状态长达十多年之久 华盛顿对中国铁了心 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 缺心不已 结果是双方都不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手段 危机对苏联领导层产生的影响 与毛泽东想要的截然相反 苏联不仅没有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 反而被毛泽东的言论吓坏了 毛泽东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 多次谈到核战争可能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而且事实我行我素 不与苏联协商 这一切都是苏联紧张不安 危机过后 苏联终止了与中国的核合作 1959年6月 收回了他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的承诺 1960年 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回苏联技术人员 取消了所有援助项目 他宣布说 我们最好的专家 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中训练出来的人 去帮助他们 却受尽骚扰 对此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通过危机再次向世界各国表明 中国一刻也不允许国家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 这使邻国在中国后来陷于天下大乱之时 对是否趁机从中余力 躊躇再三 但是中国也因此而日渐鼓励 促使毛泽东十年后对他的外交政策重新考虑